大家好我是薛老师 那我现在今天来推销一下 我们教育部的一个运算思维的一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呢除了平常给学生玩之外 现在他也加入了老师和一般的成人 那为什么教育部要推这个运算思维呢 那相信大家都有感于现在这个社会 科技变迁的非常的快速 那到底什么是运算思维呢 运算思维其实简单来说 就像是就是程式设计 程式设计那程式设计大家听起来可能很抽象 那他背后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 就是问题解决的能力 那我再讲更具体明白 更贴近大家生活一点 就是说各位老师平常在学校里面 应该都会常常会处理很多学生的问题 那处理学生的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一种思维能力 因为学生的问题 往往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去处理 不管你用传统方式 以前被禁止的打骂 用打骂用提拔的 这是被禁止的 但是过去他也是一种方式 那现在我们可能是怎么样 寻寻善诱啊 或是用各种方法 那这个如何去解决学生的问题 这个能力 我们就可以称为思维能力 那我们再把它结合在电脑 如何去解决电脑上面一些程式的问题 设计某种东西 如何把它制造出来的过程的一个思考 我们就把它叫做运算思维的能力 好那 今天教育部推测60分钟完成式 就是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 就是说可以让老师能够拿到证书 那这个证书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Code 由美国的一个Code 打ORG的一个主持会颁发的一个电子证书 另外一个就是由教育部位鼓励各位老师 他会颁发一个资本证书 那我在这边说明一下要怎么去做呢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们进来的时候 我看到教师成人主要有两个关卡 那我建议各位老师你可以先从星际大战这边开始玩 因为星际大战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题目 好当你全部都玩完的时候 都全部都玩的时候 好他这边会有一个说明 那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 但是它是英文的一个影片 当你全部都玩完的时候 比如说我现在全部都两个人 是不是都玩完了 好最后一关 最后一关玩完的话 好完成之后呢 一个我们先来领取电子证书 电子证书 好这边可以看到 这边只要填上你的名字 这边限定英文 好送出 好你就获得了一张英文的 CodeORG颁发的证书了 那你再把它发布到自己的脸书 或者是你把这个图给截取下来都可以 那我刚才的界面是英文的 那其实大家进去的话 是可以把它调整成中文的 那这是不用注册的 你直接到这个页面就可以了 因为我注册了 所以我把它 把我过去玩的东西 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那第二个这个 Minecraft 这个也是同样的一个方法 这个是小朋友今天非常红的游戏 但是这个关卡就比较难一点 好那我们已经拿到了 这个刚刚这个是属于ORG的证书 那怎么样拿教育部的证书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回到上一页 我们只要把我们玩的这个过程 这个完整每一个都过完的页面 把它截图起来 好把这画面截图起来之后 纯层档案 纯层到自己的桌面 然后它在下面这边有一个教师个人参与这边 你可以进行上网登录 你只要把个人的基本资料填一填 填一填 然后最重要的是你要放上一张活动的照片 那党名按照他的方法去提交出去 你就有机会获得教育部所提供的一个资本的一个证书 好那各位老师有兴趣可以来这个参与哦 那这个是一个简单借由玩这个游戏啊 来认识什么是运算思维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希望大家都能参与哦